第四場賽事都研究過 接著下來第五場 四班千四米的路程 狀態的馬 一號、五號、十號 配備變動十三 八騎士 除了眼罩 初戴鼻孤 札利是照舊 另外十四包包幣 札利有除了臉孤 他轉馬防跑 健康第一 會不會是四班千四拆組 那些又潘頓又等等 別想它那麼多 這隻馬的狀態又不是今天好 但是你說跑這個跑道好像沒有難 就真的很難搞 要碰制魚 接著輪到這一隊 外面是刀鱗勇士 這隻馬 陳粥一向都有交叉被固 你看到它好像走得很順 因為它快就走得 你一慢 它在大圈有時慢吃 就搶口搶得很厲害 新境界 看看 這些粗連 還要跌了幾十磅 你都沒說不怕 跳都不跳得差不多 只是拍了一個集 這隻中環天下 上次也是轉了跑法 上前 但是我覺得這隻馬走起來 它應該還可以再放得柔軟一點 再輕鬆一點就更加好 是 我都覺得這隻馬小隻 又偏急 但是人家都入球 放在前面走 行進寶區 難道真的有得拼 拼件事一檔 這隻真的馬好的 6號 安力寶這些本身都不是正選馬來的 頂了出來跑 就繼續跑了 肯定是長路程的馬來的 還是越長越好 你看它神粗 是完全不起眼的 前面是那隻自有型 後面那隻就隱形翅膀 你看到有時那些馬 自有型是一隻很長身的馬 翻譜了一些馬 按一顆二套 好像懶樣樣 反而這些就更好 都是神話 又減了一輪分 回來跑1,400 當然以往它1,400就更多於1,600很多 不過這隻馬都是退步的 現在A步已經是無福當年用的了 這場馬都頗難搞的 有些馬都排了外檔 好了 六支 這隻也是是不是拆組 又洩恩又等等 這個你自己慢慢想 但是這隻馬 又是上一次賽前已經是逐步的 用腳等各樣東西都好了很多 喜悅精靈 近期都是出得很頻密的 盛代就年輕 就是這些馬 耕薄耕肉 就是很勇一點 走勢它沒有特別鬆給它快走 一個平均速度回來 它也算順的 好了 自來金 其實那個僵口已經沒有以前急得那麼緊要了 它是有明顯的改善的 但是這個實不當 很多隻實力馬 必須的馬排外檔 線路 青鷹 這些又是慢多少的 就是進度來得比較慢一點 普通來的馬 就繼續慢慢跑 讓它先拿多些經驗 暫時就不保持著 白騎士 那時候我們就看 戴眼罩衣好像很活躍 但是太急了 接著不行了 它都是喜歡頂高的頭 所以你有時候看到這些馬 你看這些馬 白騎士的直徑 它是拉開腳來跳 好像這樣挺厲害的 但是其實難搞的 巴巴閉就走近 近鏡就跑了 那隻就是迷雨 今年這隻馬跑得很少 也都轉了去除雨石 之前停貨停了很多 也都試過去過重化 是啊 它在霍利士裏弄了呼吸機 接著做了一個喘命手術 暴敵精靈 我都不急了 急什麼都不用急了 慢慢來 我覺得還是撩身的 揚揚大道 這隻是後備2來的 這隻馬還是比較亂水的 有時看到走回去的情緒就不是太好 來到3T的次關 第五場的 四班跑千四米 這一組也有很多馬選擇的 就是你伸個堆又可以憧憬一下 舊那些 也有很多馬有近跡 就是依據的 一個比較平均的一組 值得說說 比如神租留意到的 可能是7號 自由形 還有他跳完草地 始終這隻馬是3歲的 自由形 在他旁邊的隱形翅膀 經驗豐富過他 所以他跳完又多馬 不斷走過 他的感覺上的情緒就不是很穩定的 這隻3歲的自由形 好 起碼反映到他 還可以變 還可以學習一下 去到另一個層次境界 四號的中環天下 這些馬應該有些分的 他之前跑得好 就留著追 接著上一次起步騎上去 跟前 但是結果效果都不錯 雖然這馬還沒有很熟 但是在賽事的表現給我 我覺得 他應該是有些分的 這個中環天下 如果喜歡跟 那些賽事水準的那些朋友 你可以看一隻中環天下 上一次輸給一隻有緣人 他本身是一隻三歲 第一次跑千四 你可以看一下輸給他那些是什麼 我覺得你可以看 但是在神操的角度 他是一隻三歲小隻的馬 那你再有時用田泰安 我覺得這隻馬是過急的 不過大家都不是那麼特別 那他可能擺前些會佔的優勢都未定 那希望是這樣 也都希望何良可以增添多些頭馬 交好一點的成績 那有時就是人夾人的 剛剛田泰安說合適合他 挺好的 這一組賽事有三隻馬 即是有兩隻正選馬 在松阪 遇神勇將 神舟時代 後備那些我不算了 其實中環天下是補進來跑的 那麼像田泰安 其他的馬 起絕精靈我覺得都可以想的了 跑他會換腳的 神操裡面其實可以教他那隻馬 去更加好一點 但是千二又難贏 千四又難搞 不過擺潘頓應該好一點 其他的馬 比如健康第一 我覺得他很適合的 但是十二檔要搏制住 因為私欄 怎麼都有難會好很多 前中段 另一隻的馬 幸盡補區 播件事就播件事 隻馬保養得這麼好 難滿嘛 又不熱門 為什麼不把他進去呢 第五場賽事都簡單研究過 休息一會